我要提供你更好的回报 我最认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倒于免疫力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一集的节目 减重专家肖杰健医师告诉大家 益寿体质是可以吃出来的 马上就为大家解答 上班一整天就觉得要用晚餐来疗愈一下自己 下班一下如果不好好吃 就没有办法维持身心 那天很对 为什么只吃一餐没办法受下来 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吃错时间了 那我们早上吃跟晚上吃 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早上吃的时候它的食物惨热效应 是晚上吃的两倍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天 现在只要提到减肥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168断食法 不过有没有发现 诶明明168断食法好一阵子了 怎么还是瘦不下来 难道168不是人人都有笑吗 这一集我们就邀请到 减重医师肖杰健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医师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减重医师肖杰健 医师很多人在执行这个168断食法的时候 因为比较方便吧 所以可能都会选择跳过早餐 觉得不吃早餐撑一下没关系 马上就午餐了 医师觉得这个做法是好的吗 其实我有不少学员都有一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就觉得不吃早餐比较容易 对啊 所以他就从12点吃到8点 那当然体重就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你其实饮食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们就只吃6个小时 那还是没有瘦 那最后就变得很极端 他就进行什么204啊23一段食 他就只吃一餐 但是这一餐呢 就是他下班之后89年吃了特别的丰盛的一餐 就他体重还是没有瘦下来 就觉得非常的冤枉 我觉得应该现在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 因为下班之后总就是不吃东西 他好像哪里怪怪的 然后压力就这么大 上班一整天就觉得要用晚餐来疗愈一下自己 下班一下如果不好好吃 就没有办法维持身心了 偏一整天 但是为什么只吃一餐没办法做出来 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吃错时间了 怎么说 在一个德国研究就发现 我们吃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我们早上吃跟晚上吃 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早上吃的时候他的食物 残热效应 是晚上吃的两倍 什么是残热效应 就是说我们在消化吸收这个食物 我们就需要付出热量 这个热量会差到两倍以上 也就是说 一样的东西你在早上吃 那你的身体会必须要希望 你去把这个热量给使用掉 而不是储存起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晚上吃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的身体会希望把这些能量存下来 反而你就消耗不掉这样子 没错 而且 如果你是在白天吃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白天在工作 需要去运用很多能量 使用脑细胞 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把这个能量给使用掉 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吃东西呢 身体就会以为你遇到饥荒了 他就会想要帮你节约 就会把你的代谢降低 了解 然后到了晚上之后 他就会让你想要去吃下更多东西 为什么 就是我们身体要让我们度过下一次的疾患 所以因为你早白天的时候太耗脑力 或是需要付出一些体力 可是你东西又吃不够 所以身体会觉得说 我们需要来节约能源一下 对对对对 反而你这个消耗的速度 就会比较慢就对了 对 那你晚上会吃更多 那吃更多也会储存更多 那在同一个研究也发现 就是我们让受食者吃一样的很多的东西 那在早上吃跟晚上吃 结果我们发现呢 晚上吃很多的这一组人马 他们的血糖、胰岛素 都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甚至开始产生一些 就是胰岛素族抗的症状 那这也就等于是糖尿病的前期 就主要还是我们饮食的内容啦 如果下班之后就什么都不管 就是啤酒、咸素肌、乳胃这样吃的话 那久了身体还是会出问题的 了解 所以简单来说 医师是比较推荐白天吃 我会建议就是 我们还是经常去吃健康的东西 不管你是白天吃 或者是晚上吃 但是如果 你晚上就是真的想要吃一个咸素肌 我会建议你忍一下 你早上就去吃肯德基 这样就会好很多 了解 但是这样就没有疗愈的效果 反正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可以听一下医师的建议 那医师我们也想要请问 168断食法是人人都适用吗 有没有人其实他是不适合的 168断食因为还是有16小时的空腹时间 那我们主要是怕这16小时的空腹时间 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他可能会低血糖甚至会晕倒 所以你一定要去咨询你的医生 那有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胃溃疡的人 他在这16小时也有可能会胃酸过多 导致胃部的不舒服 当然如果你正在怀孕 或是你在哺乳 或者是你是一个正在长大的青少年 那我们也是不太建议你去做这个168断食 了解 所以以上的族群可能就不太建议 医师我读文章有发现说 您有提到一个168断食法的一个进阶法 就是可以再加上一个蛋白质减肥法 这个瘦身效果真的会更明显吗 其实所谓的蛋白质减重法呢 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 都应该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啦 那这个蛋白质要吃多少 就根据我们的体重来去做一个致算 哦怎么算 如果你没有要减重的话 只是要维持健康 那我就会建议你吃到 假设你有60公斤 假设你有50公斤 没关系有关心 我要60公斤 比较好算也可以 45公斤 好我们就算50好了 比较好算 假设你是50公斤的话 那你维持健康 应该一天吃下5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 哦 对 但如果我们在减重的时候要吃更多 哦减重反而是吃更多蛋白质 对 如果你没有吃下更多的蛋白质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尽量去减到脂肪 你的肌肉组织也一定会 也会去受损到 因为其实人体没有那么聪明 去帮你保存这些肌肉 其实维持肌肉的人体是要付出比较多的能量去维持 哦 对对对 了解 所以医师会建议吃到多少体重的 嗯 1.5到2倍 所以有可能你必须要吃到75克或者是100克的蛋白质 哦 那如果你有在做比较剧烈的运动或是肌力训练的话 会强烈的建议你吃到体重2倍的蛋白质 了解 那为什么医师会特别强调这个蛋白质 它跟淀粉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好处 所谓淀粉跟脂肪 那基本上就是热量啦 那当然吃淀粉会比较有力气 但蛋白质是不太一样的 就我们在长肌肉都需要氨基酸这些营养素 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长肌肉 嗯 那除了长肌肉以外 其实你身上的免疫细胞啊 要形成这些血球啊 也都需要吃蛋白质这些氨基酸的能量来提供 在减重如果没有吃到足够的蛋白 那你肌肉变少 等你回复到正常饮食的时候 那长出来可能就会变成脂肪 了解 那这个方式是如果本身有血糖控制的问题的人也适合吗 比如说糖尿病的人 其实有糖尿病的人 也是很适合去做一个蛋白质的减重法 那当然在这边要提醒 性功能有问题的人 就没有办法吃到这么多的蛋白质 我们刚刚讲的是每公斤体重一倍嘛 如果你有慢性的肾病变 就是糖尿病可能会引发这个慢性肾病变 那你就只能吃到50克的蛋白质 就不能再超过 哦 就是最上限就是一倍 对对对 不然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性功能受损 但是一个肾功能正常的人 他是可以吃到体重两倍 甚至三倍的蛋白质 都是没关系 哦了解 但前提还是你的肾功能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对 了解 可能有些人也会想问说 诶 那我168断食的期间 我能进食的时间也就那一个小小的8小时 或者是有的人是20比4就可能少少的4小时 那我断食期间我到底要怎么样吃够那个蛋白质 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 当我们在168断食的时候 因为我们进食的时间就只有8个小时 嗯 那蛋白质的吸收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一口气吸收50克以上的蛋白质 哦 所以你多吃了可能就会变成热量去堆起来 哦 所以我不能说假设我早餐午餐都没吃 但是我晚餐就一次吃蛋白质大餐 比如说什么牛排要很多颗蛋 这样是不行的 对对对 那最多也就帮你吸收到50克 哦 它是一个上限 那多了部分可能就一部分排掉 嗯 一部分还是会变成能量堆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8小时就还是尽量去吃到3次 等于4小时吃一餐 哦 那平均的把它吃完 哦 假设你有60公斤 那一天要吃90克 那所以我们就是每餐30克把它吃完 可能你早上就有两颗蛋无糖豆浆500cc 这样就30克了 那中午就吃一个比较大的鸡腿 这样也是30克 晚上就想说你要犒赏自己嘛 就是吃个牛板建火锅 这样也是可以 医师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常见食材它大概有多少的蛋白质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 比如说一颗蛋是几颗蛋白质有点没概念 哦 一般我们最常吃的蛋白质就是瘦肉啦 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掌心去量 大概我的手掌的三分之二左右 或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便利商店卖的鸡胸肉的大小 哦哦哦 通常那样都是20克的蛋白质 它如果你吃的是肥肉就没有 一半是奶油 一半你要把它当成是油的 就是油脂的部分 那一颗蛋通常是几颗 蛋是7克 哦 所以如果你要吃下50克 要吃7克 对啊 那豆浆500cc是15克 嗯 其实记得这三个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 我看那个有在健身 有在做重训的人 就是很爱吃这三种食材 因为有在重训的人 假设他80公斤 然后吃到体重的两倍等于160克 对啊 就变成一天要吃到8片的鸡胸肉 嗯 所以都会透过那个蛋白粉的摄取 不然真的是吃不下去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这边都在讲吃 诶 大家可能会疑惑 那我知道这样子吃真的会瘦吗 医师你的经验的话 大概吃多久有机会可以瘦下一公斤 诶 其实进行蛋白质减肥法的时候 你的代谢会蛮好的 而且不容易觉得饿 嗯 那如果你可以去避开精致淀粉的摄取的话 我们通常每周应该可以减下你体重的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一周可以瘦下0.4公斤 哈哈哈哈 好那简单来说 80公斤的人他可能一周有机会瘦下0.8公斤 那其实这个有一个前提哦 就是刚刚医师有小小的提到 就是你淀粉的摄取也要控制 然后其他的食物也不是就是大师特吃 那断食期间到底有没有哪一些食物是 医师建议说你其实是可以吃的 你可以放心吃的 嗯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16小时的断食期间 真的是很难熬 那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 当然除了茶、咖啡 这些东西都不会持细到你的血糖、胰岛素 都是可以随便你吃啦 那也有一些零卡的食物是可以吃的 比如说蒟蒻、零卡、果冻 但如果你真的感觉不舒服 心悸、头晕 表示你的可能有一些低血糖的症状 那如果还没有到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吃一些蛋 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粉 哦 那吃下去应该可以帮助你 就是解决这个饥饿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刚刚其实讲了 很多种蛋白质的食材 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对我来说好麻烦 我就还是专门吃鸡胸肉好了 这样子的做法是好的吗 其实我们在增肌减脂 当然还是建议就是多方面去摄取食材啦 这是因为如果你比如说只喝蛋白粉 或者只吃鸡胸肉 你的饮食会过于淡滴 那我们在吸收蛋白质的时候 就需要维他命B2、B12、B6一起来摄取 才能够被吸收利用 就是你光吃蛋白质也不太行 你还需要各种维生素来一起帮忙 对对对 除了B群、维生素D、鲜跟铁 也都是很重要 尤其是帮助我们燃烧脂肪的肉体 也需要维他命C来帮助吸收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尽量去摄取 各式各样种类的蔬菜跟肉类 那像蔬菜跟肉类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 像如果我们要多摄取到B2 你就可以吃一些猪肉啊 起司牛奶跟鸡蛋 都有丰富的B2 那B6的话呢 像是鲑鱼、瘦肉、大蒜里面也都有维他命D流 那B12的话就比较常进在鲑鱼或是海鲜、蛤蜊、海苔里面 那其实台湾人最常见的 最缺乏的维他命是属于维他命D 那你可以在就是小鱼竿里面 去摄取到这样子的东西 了解 维他命D我记得好像晒晒太阳也有用 嗯对 就是因为我们在阳光下 那皮肤会帮你去合成这个东西 光是补充那不晒太阳也是不行的 那除了这些像是鑫跟铁啊 你也可以从木壁、海苔、猪肝里面去补充这个东西 了解 那今天呢我们感谢医师特别来教大家 168断食到底要注意哪些 如果说你已经尝试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受不下来 就来听听医师的建议咯 那谢谢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医师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那些带糖虽然没有热量 可是 它会让你吃下更多东西 哦 为什么会这样吃呢 因为我们吃了真正的糖之后 那这些糖分子就会刺激到我们大脑的下士丘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种满足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吃了带糖 虽然你觉得有甜味 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些糖分子 来去刺激我们的下士丘 所以你的下士丘就一直得不到满足 它就一直发出讯号 一直要你去吃东西 一直到我们吃下真正的糖为止 哈啰大家好我是小天 现在天气很热 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来一杯冰饮料 但是又担心会胖 所以其实现在呢 有很多标榜零卡的饮料 但是喝这些饮料 真的就不会胖吗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简重医师 萧杰剑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医师好 嗨大家好 我是简重医师萧杰剑 医师零卡饮料 它代表是真的零热量吗 那我们也听过这种 可能是带糖做成的 这带糖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谓带糖 它就是可以刺激舌头上面的味蕾 来去产生甜味 但是它真的没有热量 所以就是可以取代糖 了解 那其实带糖它还可以分成 人工的还有天然的 那所谓人工的带糖 它是从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 像我们常常喝的那个可乐 就零卡可乐 它里面用的呢 就是阿斯巴田 它就是属于第一代的带糖 那一般食品添加物里面 也会很常见到一种 叫做蔗糖素的一种带糖 它是带糖 所以不要看到蔗糖素 然后我就以为它是蔗糖 对 因为蔗糖都以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因为它也是一种带糖 那蔗糖素是带糖 那蔗糖呢 它其实就是果糖跟蔗糖 这一类的真正的糖 哦 了解 那以上都是人工的嘛 对 那有没有天然的带糖 那其实也有天然的带糖 那包括说像是田菊糖啊 赤藻糖醇啊 还有木糖醇啊 其实总共有十几 有二十几种以上的带糖 那它常常也都会加在一些食品里面 像是木糖醇啊 它吃下去就会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哦 口香糖 对对对 它就特别适合加在那个口香糖 嗯嗯 那这些天然的带糖 它也是各自有各自的风味 所以也是要看你吃哪一种食品 然后去添加这些带糖 那医师 这些天然的带糖 它有比人工的带糖好吗 它们分别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啊 跟天然的糖比起来 那这些带糖呢 虽然没有热量 可是它会 会让你吃下更多的东西 哦 为什么会这样吃呢 因为我们吃了真正的糖之后 那这些糖分子 就会激进到我们大脑的下士丘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种满足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吃了带糖 虽然你觉得有甜味 可是事实上 并没有这些糖分子 来去刺激我们的下士丘 所以你的下士丘 就一直得不到满足 它就一直发出讯号 一直要你去吃东西 一直让我们吃下真正的糖为止 所以说这个带糖反而会增加你的食欲 对不对 带糖会增加我们的食欲 它会让你更想要去吃更多的东西 了解 那其实我这边还有读到一个资料 就是带糖它可能跟你肠道的发炎也有关系 没错 有一些研究指出呢 就是人工的带糖 它会导致一些比较不好的肠道菌增加 那这可能会和一些发炎性的大肠炎 或是克农施症有关系 不过这些研究它只是仅限于动物实验 它并没有一个研究能够来证实 在人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 了解 那如果我们换成天然的带糖 它就比较好 天然的带糖就不一样了 像赤藻糖笋或是甜菌糖 就有一些研究指出 它可以在肠道里面增加好的肠道菌 然后也能够帮助这个纤维的消化吸收 那纤维被消化吸收之后 它会合成一种短链脂肪酸 那这个短链脂肪酸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反应 它有抗发炎的特性 如果你真的要吃甜的东西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你使用天然的带糖 会比人工的带糖或是果糖 还要来得比较好 哦了解 医师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带糖 它有可能就是会造成我们 肠道菌的一些破坏嘛 那这个肠道菌应该对减肥来说 是不是其实蛮重要的 没错其实肠道菌的好坏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体型 我们消化不一样的食物呢 其实都需要不同的肠道菌 比如说我们多吃蔬菜啊 白肉啊 豆制品这些健康的东西 那帮你吸收纤维跟蛋白质的肠道菌 就会增加 哦 那如果你每天就是吃汉堡啊 吃薯条啊 那帮你吸收这些脂肪跟 近似淀粉的肠道菌 它就会变得比较多 简单来说就是 肠道菌其实是可以帮你瘦身的就对了 如果我们身体养出一些好的肠道菌 那他们比较喜欢去帮你吸收蛋白质纤维啊 然后让他们不要去吸收脂肪跟近似淀粉 那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来瘦身 哦 所以选择食物就代表说 你可以养好哪一种的肠道菌 没错 哦 了解 那这边就要请教一下医师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 来帮助养好这一些 让我们抑瘦啊 抗发炎的这些肠道好菌 要如果去换养这些好的肠道菌 那很多人会为了肠道健康 他就每天吃益生菌 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注意改善你的饮食 你光补充益生菌 他也不想留在你的肠道 哦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你把一群很爱干净的日本人 然后你把他搬到东南亚的丛林里 人家会想留下来嘛 哦 就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他们不喜欢那个环境 可能会搬走 对对 他没有住在 没有办法住在那样的环境里 所以我们要提供适当的环境 那其实你只要吃着健康 自然而然这些细菌 他就会跑出来 那坏的细菌 他就会渐渐的变得比较少 了解 那医师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几个建议 什么叫做吃着健康一点 我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多摄取四种 就是肠道特别喜欢的食物 那第一个呢 就是膳食纤维 尤其是卤笋啊香菇 这里面的膳食纤维都是肠道菌的大餐 那第二个呢 就是抗性淀粉 比较深的香蕉或是马银薯沙拉 或是地瓜冷饭 豆类都含有不少的抗性淀粉 可是这个抗性淀粉 跟一般的淀粉是不一样的吗 抗性淀粉啊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比较深的这些淀粉 那某一类的抗性淀粉 它是已经煮熟 然后冷却之后 它的抗性淀粉就会变得比较多 比如说饭啊 然后你把它变成冷饭 做成寿司之后 它的热量就会降低 那抗性淀粉就会增加 所以一般我们 如果想减肥都会控制那个淀粉的量 但如果是抗性淀粉 反而是不错的就是了 没错 其实你在减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 不要吃马铃薯 你就吃冷的马铃薯沙拉 或是你就吃冷饭 就听起来有点悲惨 但是其实尝到一生去 也是喜欢这一些食物 了解 那还有其他食物也可以建议的吗 肠道菌也特别喜欢Omega 3的油脂 例如像是生海鱼 鱼鱼鱼鱼鱼鱼青鱼 那虱目鱼不是 虱目鱼不是 鞠水鱼不算 那坚果酪梨含有这些蛮好的油脂 另外一种特别的就是 一个叫做橘矩纤维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种可容性的纤维 它是益生菌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 像是雪莲果,朝鲜脐,韭菜,洋葱 都有不少就是这个橘矩纤维 这个橘矩纤维不是普通的纤维 它是一種比較特別的腥味質 但也是可以幫助養好這個腸道好菌的 沒錯 了解 所以其實不管吃澱粉還是喝飲料 其實都是人之常情 但是其實只要跟著醫師教大家的 就是控制好熱量的攝取 那偶爾療癒一下自己也都是很OK的 希望大家在減肥之路上都可以成功 那今天我們謝謝醫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醫師 謝謝大家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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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